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大家好 欢迎收看赵玩科技 机械人的应用越来越普及 近年不少国家甚至会使用机械人 协助人类处理工业和医疗等行业的工作 最近韩国有科技公司和机械人设计师合作 制作一台全球最大的载人机械人 今天我们请来相似谋略资深科技顾问冯德聪、Paul 上来 和我们介绍一下这款机械人 Paul 你好 你好 几年前有美国公司制作了一个大型机械人 还向日本巨型机甲下了战书 其实这场关乎国家面子的竞赛 现在分出成乎没有 其实当时大约去年左右 这封战书由美国的Megabot 就向日本水稻桥重工Kuratas 去到发出的 而最新的进展是他们已经在做一台更加巨型 破坏力更加强大的Megabot 现在你看到的是他们刚刚做出来的 新版本的Megabot的上身 他们的上身主要是两只机械臂 现在他们研究了男人最喜欢的电转 电锯 还有其他的好像炮那样的东西 但是很有趣的地方就是说 其实你发觉虽然上身它是两只可以移动的手 而且破坏力都相当大 你看到整架车都夹得起 甚至是可以是锯车烂它 完全是向着破坏力 暴力这方面研究的 但是下半身就真的不是很机械人 为什么呢? 原来它的下半身直到现时为止 都是用行李带的方式去驱动的 那会是怎么样呢? 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看过以前一部卡通片叫做高达 这部动画里面有一个机械人叫做太空坦克 它整个现时的Megabot 真的向着太空坦克的形状发展 行李带有两只手 也有两个驾驶室 其中一个似乎是控制它向前向后左右方向 另外一个是控制对手的 但是接下来会是怎么样呢? 我想我们都很期待看看会发展如何 除了美国和日本之外 最近韩国都很不甘后人加入这个机械人大战的战团 有公司研发了一个高4米重1.5吨的机械人 除了比以往的机械人巨型之外 还有什么特点呢? 其实可以这么说 刚才我们说的美国和日本的机械人大战 其中一个条件一定是有人坐在里面駕駛 不知道为什么韩国人看到这么好玩 又想加入战团 你现在看到这个可以坐人的机械人叫做Metford One Metford One 其实就是完全的概念和我们在阿凡达看到的作战机械人是一脈相成的 今次他真的用两只脚来走 也可以这么说 在载人机械史上第一步完全靠两只脚可以自己行动机械人 水稻桥重工的机械人虽然都有脚 但它是四只脚 而且脚下是轮 严格来说 我也不知道叫它车 还是机械人好 但今次你看到Metford One 韩国的机械人 和我们在电影里看到的双触步行机械人的条件是完全符合的 现在你看到它的行动不是吊着一条绳子它不跌 它是完全采用现在我们在不同的 譬如说是Honda发明的ASMOV 或者是其他的我们是玩小型的机械人的比赛里面用的 行路方式的program 完全是靠自己两只脚去平衡 平衡了身体之外 最重要的地方就是它一手的活动 还有坐人仓是可以完全很稳定地在一只脚的环境站得稳 而且还可以向前走 这个机械人就好像在电影走出来 刚才说到可以两只脚走路 但是速度上是怎样呢 看片段就好像有点符绝 是不是可以好像正常人那样走路呢 其实现在我们在市面看到不同的机械人的demo video 其实都会看到他们的行动相当符绝 这个原因是重量的关系和有关的驱动机器的速度也有关 大家都知道如果驱动的速度越快的话 其实在平衡方面往往是会有很多问题出现 而且你现在看到它的重心就好像完全在上面 其实对于驱动一个会行的机械人来说 或者是两足步行的机械人 重心是一个非常重要的地方 这个机械人如果以人的比例来说 其实你发觉他的脚都很短的 这样的情况之下 重心就会相对比较低 如果好像高脚七那样一对长脚的话 其实我相信在平衡方面是相当困难的 而且还有你看下 它的屈曲程度和关节 其实比人类的脚多很多个关节 为什么呢 原因呢 其实就是和它拿到平衡更多的驱动程式 和更加的驱动位置 可以令它更容易地在双触模式之下 拿到平衡点而不跌低 所以你看到它至少有六折至八折的不同屈曲程度 去控制住身体的平衡 而且还有你会发觉他的脚 比一只手粗了三倍又多 据话来说 其实他都是下身比较重 这样的情况之下才能维持平衡 所以笨绝就是一定的了 今天谢谢Paul上来介绍了这款 新款的载人机械人 潮玩科技今集讲到这里 收集ung 还是给大家 cubed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